哈喽 同志们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罗马二全面战争的派系介绍 今天呢也是想做一下这个 up算是这个一直说的这个本族了吧 这个做一下马萨西里的一个派系介绍 也是一直我也是一直在视频中使用马萨西里 这个毕竟马萨西里也是一个重步兵的一个强国 同盾长矛马赛赛高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马萨西里的一些兵种 所以马萨西里呢虽然说我一直说它是什么这个希腊化这种等等等等 但实际上马萨西里呢我觉得它的优势所在是在于它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混合性的这个国家 就是它拥有一定的蛮族士兵以及拥有一些这个重步兵 导致它在这个比赛就是在网站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就是要比其他常规的这些希腊派系呢要更加的灵活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兵种吧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种装步兵吧 而且先看一下剑士吧 马萨西里的剑士还是挺有特色的 毕竟这个像就是相对于其他的一个希腊派系之后来说呢 它是拥有一个凯尔特勇士以及吃福战士这两个单位 对吃福勇士这两个单位 这两个单位都是这个蛮族才拥有的单位 这个是高楼蛮子才有的 除了这个除了马萨西里以外 只有阿尔迪安和本都拥有这两种部队 其他的这个文明派系是没有这两个单位 这两个单位这个开头剑士之前也是这个 介绍过很多次也都说了 这个非常不错的一个350块钱的一种这个炮灰剑士 然后在350这个价位呢 25冲锋而且这个不错的一个近战防御 50的近战防御都给他一个非常好的 这让他可以非常好的发挥一个炮灰的这个效果 就是第一排冲上去对对方的一个精锐部队造成一定的伤害 或者说吸收一下对方的高冲锋 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单位 然后这边的这个吃福战士也是470块钱 也非常的这个值啊 他是拥有一个26的一个这个破甲伤害 然后一般的话是在中武兵之后 这个二线投入战场 然后打一个这个高破甲 然后作为主力输出非常不错的一个单位 但他作为一线中锋的话是不可以的 他这个中锋加成对于蛮座来说实在是太低了 只有20点 这边是胸甲的剑士 这个是希腊派系通用的这个剑士 710块钱 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基本上是在这个中当剑士中垫底的一个单位吧 对就是所有各方面的属性呢都比较中庸 没有一个特点 对随时我可以看到这个马赛西里呢 是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炮灰剑士这个级别 在350和470这个价位 他都拥有满足的剑士 这样的话就是让他在这个中装步兵比较弱势的这个 就是低档价位呢 实际上是拥有一个非常好的替代品 你就是出剑士 你要不得出吃福 要不得出开尔特 都是非常不错的 之后我们来介绍一下马赛西里的这个毛兵 第一种征召自由民210块钱 Levy Freeman 然后这个真的是超级便宜 这个反骑兵单位 因为25的一个反骑加成 所以说他在和骑兵的持久对战中 是非常这个划算 然后呢 再加上他一个这个 两个标签啊 你就基本是200块钱 买两个标签送一个自由民这样子 非常的划算 这是一个反骑兵的一个单位 也可以在附在一排当炮灰 不过不在一排当炮灰的话 更推荐使用这个凯特的剑士 好 接下来是这个 轻装西纳中步兵 这个单位的话 他有一个技能 是这个急刑 这个单位 他就是可以让他在很快速的这个协防 或者这个快速跑步进入战场 但我觉得 中步兵 如果你用轻装的话 实际上 很容易被对方的这个骑兵冲倒 而且在这下他没有像 自由民一样 这个对冲的一个标枪 以及自由民一样的高的 那么高的一个反骑加成 虽然他变得没有那么的 有用 你拿他反骑吧 他直接这个骑兵可以来回撞 直接把他撞死 因为他是一个轻装 你看他这个对抗步兵吧 他又没有这个 更高级的这些中步兵的一个 高护甲 或者说他的这个 重量等级等等 所以说 算是 比较没有用的一个 这个单位吧 我就个人是从来没有用过 这个看大家如果想用的话 可以尝试 对他这个机型也有一个很大确 就是你机型完之后 立马就变成非常疲劳 这个就全场只能用一次 然后用完之后 这个单位基本就废掉了 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个单位的 这个机型什么时候用 好 接下来是这个马赛西里皮顿 这个单位呢 和普通的皮顿还是不一样的 可以看到他这边是穿的这个护甲 就有点这个蛮族风格 不像正常的这个亚马甲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正常的亚马甲 正常的皮顿 正常皮顿在这边 对 正常皮顿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两个皮顿的这个 属性也有一定区别 主要体现是在马赛的 一个皮顿的一个高冲锋 这边有30的冲锋 作为一个毛病 代表也有30冲锋 这基本上是顶级毛 才有的一个冲锋加成 来看一下这边的皮顿 这边只有26多的一个冲锋 然后这边优势是在于 多了一些近战防御 和一些这个护甲强度 然后马赛这边呢 是多了一些部队生命和士气 所以总体来说呢 我个人觉得 还是马赛的这个更划算一些 当然他这个冲锋呢 不是很好使用出来 B顿皮顿不是用来这个 不是靠冲锋之放 他主要是靠标枪来 进行一个反旗 所以说 他这个冲锋呢 可能是在这个标枪使用之后 能够打一波这个侧冲吧 这样子 对 但是很明显对方的这个 普通皮顿呢 是扛线能力是更强一些 这个皮顿也像其他 正常皮顿一样 拥有这个举行方阵 加上举行方阵之后 士气应该会更高 这边是49进行方阴 加上举行方阵是64 而且进行士气兵到65 非常不错的一个反旗兵的单位 然后接下来的话 是西大众步兵 这个通用步兵啊 这个不多多介绍 就是没有什么显著的优缺 缺点但是挺好用的 在650块钱这个价位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抗线单位 26的一个武器杀伤 其中是6的破甲 21的重锋加成 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马赛 马赛军队的核心啊 马赛利亚西亚中武兵 非常帅气的一个武兵中 这个武兵中也是中武兵里很少见的 穿一个索甲的一个中武装步兵啊 可以看到这边穿是索甲 我想我想还有什么穿索甲 哦胸甲那个 雅典胸甲是穿索甲 除此以外基本上大部分 中武兵要不就是穿亚麻 要不亚麻甲 要不就是穿这个铜制的这种肌肉甲 这个穿索甲真的是非常另类 马赛利亚这个西亚中武兵呢 最显著这个优势呢 在于他比这个更高档的 这个很多这个步兵 就更好的一点 是他用一个8的一个这个破甲 这个作为对比 就是这边1160块钱的 这个持针卫队是没有 这个8的破甲毛的 这边是29的一个武器杀伤 其中只有5点是这个破甲 就是非常的 破甲杀伤非常低 这样的话在这种 这个中武兵对卡的时候呢 高破甲的毛呢 实际上是 对抗高破甲的中武兵 是非常有优势的 所以的话 马赛利亚这个 其他中武兵呢 在对抗其他 这个中武兵的时候呢 是优势非常明显的 而且 这个 他在900块钱这个价位呢 其他的国家基本上 也没有顶国家 拥有900块钱的这个中武兵 一般呢 有900块钱呢 我现在想到的 就只有这个 这什么来的 克尔基斯 克尔基斯的这个贵族 克尔基斯贵族也是 这个级别 他有没有带 这边有带 克尔基斯贵族 也是960 他是960 这边穿的是林甲 这边是当时更帅一点 因为他有一个 这个耐克盔 弄了个小 这个弄了个小翅膀 不过他的话 他主要一个很重要的确实在于 他没有这个 更高的重量 他是重装 一般中武兵都是这个极重装的 像我们这边的马赛利亚 中武兵也是极重装 他这边是一个重装 所以他很容易被骑兵冲倒 而且 他的这个冲锋加成也比较低 我们对马赛利亚是26重 他只有21 然后 不过其他的方面 他实际上性价比来说 对抗的话 可能是还能打得过马赛利亚的 这个应该是打得过马赛利亚的 但是他在对抗骑兵的时候 他只要有一些劣势 劣势 马赛利亚中武兵 还有一个 应该也是所有的中武兵里 就是最贵的 没有冲锋毁灭者的一个中武兵 再往上的 这个克基斯贵族 就有这个冲锋毁灭者 虽然说 不过我觉得这个游戏中的冲锋毁灭者 基本没有什么用 就是 作用非常的小 可能是在对抗那种 比较清醒的 这个起兵的时候 也许也许能够 这个这把人给弄死了 但是你 对抗步兵冲锋 高冲锋步兵的时候 这个冲锋毁灭者是完全没有用 还如果直接反冲回去 效果来的好 对 抽气外 没什么好 这个多说吧 最基本上是马赛 可以看到马赛利亚 这个步兵线 非常的廉价 没有一个1000块钱以上的步兵 所以说马赛利亚的 这个部队的核心 就在这里 就在这个马赛利亚 西亚中步兵 这也是非常符合 阿普的胃口 阿普就是不喜欢打 这种精英战术 所以这个单位 马赛利亚 这个非常非常高 现价比的一个 这个中高档的这个毛病呢 就是我作战的一个首选 非常好用 好 接下来呢 是马赛利亚的一个 远程单位 这边的话 分别是凯尔特投尸兵 280块钱 没有什么特别 值得快要的地方 奥斯的一个远程 杀伤 150的射程 都是非常中庸的 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对 所以这是一个炮火远程 主要是用来 这个吸引对方远程 投尸兵的一个火力的 凯尔特突袭兵 我们就记错了 是330或者340块钱 这个价位 这个盾牌啊 怎么没有 有的圆 有的这个 有的是用的圆 对有的是凯尔特的这个 皮盾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的这个远程 杀伤的是32 对 就是也是一个 就是很中规中矩的一个 突袭兵嘛 之后是轻盾 PALTEST 主要的优势呢 是相比于 凯尔特呢 是用很高的护甲 可以看到这边护甲强度 是这些道德65 近战防御和冲锋加成 近战攻击都有显著的提升 我更推荐的是使用这个轻盾步兵 当然我最推荐的还是这个 马赛利亚皮盾毛手 然后这边是高路猎人 这个单位我基本上是从来不用的 然后他远程杀伤呢 不算高 35 然后也没有中箭头 有技能是快速装填 然后他的这个钱 基本上都砸在了这个隐形 这个隐形我们知道 在网站中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因为你一旦发现 这个人都能记得住你 对 所以说马赛利亚的这个远程单位 可以看到 总体来说还是以一个 低档廉价的这种 这个炮灰远程为主 并没有一个非常强势的这种 什么精锐远程 不过我觉得现行网站中 至少我是不爱用精锐远程 所以对我来说影响也不大 好 接下来是马赛的这个骑兵 三种 第一种 轻装骑手 也是凯尔特 轻骑兵 这个单位的话 特点就是他拥有一个 这个标枪 在进攻 在这个 冲入战敌军之前 会制一轮标枪 除此以外的话 一个轻装 然后导致他这个冲锋 冲击步变时候 效果非常差 然后 再加上一个护甲强度很低 就很不耐射 所以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 喜欢使用 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一个 这个重量等级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 轻装的这个进展骑兵 接下来是这个 冲冲骑兵根本就不介绍 这个史一样的冲冲骑兵 就是 就是一个护甲高的一种 这个冲进去沾住对方 然后这个 无差别射击 互换的一个单位 马萨利亚骑兵 这个也是马萨利亚 这个专属的一种 这个单位 也可以看到 这个骑兵 这个 也是雇了很多蛮子 这边 这边就是一个希腊人 这边 这个就是一个高伦 真的是 希腊人和高伦 这个肩并肩 一起投入战场 一个单位 也是一个混血单位 非常好的一个单位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他这个更贵的 这个公民骑兵 公民骑兵560 马萨骑兵500块钱 这两个单位的数据对比 可以看到马萨骑兵 在这个500分 这个家伙 用一个非常非常高 远高于 这个其他 这个同档骑兵的 一个这个冲锋家长 他用于36的冲锋家长 这个都导致 他在对抗 步兵的时候 非常有效 再加上 他用一个很高的 一个近战防御 我们知道 在这个 就是对抗骑兵的 这个持久作战的中 这个近战防御 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骑兵打骑兵 而且打步兵的时候 近战防御也非常有用 这个护驾主要是 新手远程 但是我们还知道 这个 就是这个骑兵 骑兵的这个盾牌 格挡远程的能力 是要比步兵差很多 虽然他也用的是 这种 这个 重步兵盾牌 但是这个盾牌的格挡 效果是要远差于 步兵这个盾牌的 所以说你这个高护驾 也不是非常有用 就是多抗射一点点而已 然后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马萨利亚骑兵 用一个非常高的 一个技术设计 55 作为对比 这个希腊的这个 之前这个 亥斯阿普主 无数次 这个希腊骑兵 是6万块钱的 这个单位 然后他只有40的士气 这个55的士气 就保证他在这个 战斗中呢 是可以这个 持续的进行一个作战 而不会溃败 所以这个单位 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个人非常推荐 他主要缺点就是在于 他的这个重装能力 还是重装 不过500块钱 大部分的骑兵都是重装 只有很少量的这个骑兵 应该是重装骑手 和盖塔的这个骑兵 那叫什么 毛骑兵 长毛骑手 是重装 其他的都是重装 所以这个单位的话 在不都是骑兵打骑兵 或者是被冲 对方的一个步兵的时候 效果都非常的不错 不过你拿他 跟这个更高档的骑兵 对打的话 可能他就打不过了 比如说打这边 这个贵族雪翼的话 可以看到贵族雪翼的 这个护甲强度很高 而且近日防御刃也不低 这样的话就可能打不过了 不过可以看到 这个马赛骑兵 是可以和贵族雪翼 拥有一个同样的这个基础设计 你看到这个基础设计 是真的非常的高 非常的这个耐打 这个我就非常看好 这样的话 你这个用狼军战术 很多马赛骑兵来回奏就好了 好 之后是 这个希腊枪骑士 这个是1080块钱的一个起兵 这也是马赛利亚唯一的一个冲锋起兵 是个极重装 对 所以他具备的这个冲锋起兵 你所需要的所有的这个属性 极重装 不错的冲锋加成 很高的一个血量 和一个很高的护甲 对 所以说 算是比较中庸的一个冲锋起兵 在冲锋起兵里头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快乐 但是 因为有的他 马赛利亚也是多了一个战术选择 就是报这个冲锋起兵 对所以看到马赛利亚的 这边还没有介绍完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远程起兵 突袭起兵 很弱 29的一个远程杀战 就是因为 就因为这个标枪的伤害 我就不爱用他 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个 经验攻击极低 这导致他切后排也切不了 这边的话是 塔兰托560 非常不错的一个起兵 主要的优点是在于 一个护甲强度高 而且他作为一个 标枪起兵 如果中装的话 就表示他能够在这个 标枪打完之后 切近战 这个能够撞死很多的 对方的一个步兵单位 非常不错的一个 远程起兵的一个选择 对可以看到 就是 介绍完之后的 马赛利亚的这个 兵啊 就是非常多的 就是非常高的一个 性价比在中档和低档的 这个部队中 尤其是作为代表 就是这个皮盾 然后马赛利亚重步 马赛利亚 马赛骑兵 马赛三种 这个特色兵种都非常的 我个人都非常喜欢 而且呢 他还拥有这个 这个中档的 这个下中部兵 低档的凯尔特剑士 低档的赤福勇士 这些非常不错的 这种这个替代兵种 而且他还拥有枪骑士 然后塔兰托骑兵 这些这个 你如果走偏锋 这种其他战术的话 也可以使用一些单位 所以可以看到 马赛利亚 各方面的这个 优点他都集中到了 这个蛮族的一个 高冲锋和这个炮火 这个和剑士他拥有 然后 歇亚中部兵这边的 这个高破甲的歇亚中部兵 高护甲的歇亚中部兵 他也有 再加上歇亚这边的 一个歇亚枪骑士 这个冲锋骑兵他也有 而且他还有不错的 一个肉搏骑士 所以就是导致马赛在对战中 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好玩的一个国家 虽然他不是最强势的 就是他还是打不过 这个正经玩族的 但是我个人就非常喜欢 这个国家 如果就是大家 如果想挑战一下 自己的一个操作 或者是挑战一下 自己的 真正提升自己的水平的话 也是推荐大家来尝试 使用一下我们的 这个马赛利亚 UP的本族 OK 那么这期呢 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一个马赛的配兵 其实大家看我的视频 基本能看到 我这马赛利亚的 配兵就那么老三样 我看看 马赛利亚应该有 这个还不错 两队 马赛利亚骑兵在两翼 进行一个反骑兵作战 正面三队枪骑士 直接正面 自杀式冲击 冲击对方一线 这个配兵呢 主要是一个对抗 这种蛮族的一个配兵 正面直接突击 然后四队 这个开了头头 是兵交换对方的 开了头头 交换对方的一些 这个远程单位 然后马赛利亚中装矛 再加上 赤副战士 这个等于说是 一线中装矛 一线这个骑兵 二线中装矛 三线赤副战士 等于说是 一波组合拳 是可以击溃 基本上所有的 这种这个满足的剑士 非常强势的一种组合拳 然后再加上 征兆自由民 非常不错的反骑兵单位 配合马赛奇 基本上也是可以击溃 像这种重装棋手 这种高马赛奇 一个级别的这种单位 只要你打的 这个配合足够好 好的 那么这期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呢 会再带来一期 我的这个马赛的 一个实战演示视频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